秦副组长 齐陆 您怎么来了 你出来怎么不请个假呢 行了 该上车说 秦副组长 你是来劝我的吧 我为什么要劝您啊 您那想劝我留下 您给衣厂换了新领导 衣厂要大变样喽 秦鲁 这么跟你说吧 衣厂的大门 永远会对像你这样的人才敞开着 但同时呢 我们绝对不会剥夺你离开的权利 如果说你真的想好了 我不仅不会拦着你 我还会为了你开一个欢送会 会真诚地祝福你 在艾德宝酒庄能够得偿所约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不离开荷兰山产区就行 但凡你也是离开了 天涯海角 我也会让你回清转意的 秦副组长 谢谢您 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因为陈副组长担心 你在离开一城的手续上会反锁 特地派我来帮助你的 谢谢您 谢谢您 真的要走啊 对 还是因为上次举报那个事 厂长 我来这里是想实实在在做事 做出品质一流的葡萄酒 不想就被人挂在宣传栏里 写进企业宣传册 编成一串数字 一个符号 那想好去哪儿了吗 爱德堡酒庄 老邱那个地方 还好还好 人家那个地方设备是一流的呀 我尊重你的选择 齐洛 你是我们一场招来的人 不管你走到哪儿 随时欢迎回来 一场就是你的娘家 谢谢您 厂长 一定要做出好酒 为你自己 为咱们一场争口气 为贺兰山东路产区争口气 人事和财务我都交代过了 手续今天就能办好 真的谢谢您 真的谢谢您 那 我先走了 我这个老东西 也在这儿混了这么多年了 拜拜喽 我 谢师傅 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这段时间麻烦您了 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一走 不管去哪儿 好干 脾气啊 收一收 水之清则无鱼 人之茶则无脱 跟咱们酿酒一样 掌握好分寸 谢师傅 今天刘厂长看起来怪怪的 今天啊 是他最后一天上班了 他也要走 医场啊 要脱胎换骨了 同志们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 我宣布个决定 经市国资委研究 报请市委同意 刘子豫同志 不再担任银川市 第一酿酒厂 党委书记 厂长职务 任命 魏学成同志 担任银川市 第一酿酒厂 党委书记 厂长职务 学成同志 你讲两句吧 就一句话 改革 大刀阔斧的改革 只有改革 我们一场 才有出路 谢谢大家 这人都说啊 人早茶凉 没想到 到最后是你来送的我 瞧你这话说的 老厂长 只要我魏学成在啊 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 我保证都有一杯热茶喝 这厂里头有人说啊 我这位置是被你挤走的 说实话 我是坚决拥护上级的决定 我到一场上任这五年来啊 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每天心里头都是事 要说是人尽其用 我也不是不懂企业管理的人 你看咱们这是 几万人的老国企大厂 这里边情况极其复杂 我真是 心有余力不足 有劲使不上啊 我知道 当初您接手一场的时候啊 二场 刚好在葡萄酒上啊栽了跟头 厂子垮了 人心散了 反对继续发展葡萄酒的声音更大了 是您抵住了压力啊 让一场咬牙坚持了下来 这些年 你又为厂里引进了一些高端人才 想让咱们的一场啊 更上一个台阶 你对一场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一场的人啊是不会忘的 谢谢 谢谢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重任在间 不敢谢大家老厂长啊 一场的优势啊 就是 产业体系比较齐全 体量大 人才队伍也相对完整 这是其他个体酒壮所无法比肩的 但是问题也很突出 体量重 灵活性就差点 想要干出点名堂 还就得在这灵活性上下大功夫 这点上我做得不够 你得加把劲啊 谢谢你 老厂长 就送到这儿吧 再会 再会 来住几位用餐一块 好 师傅 您有什么吩咐 齐露联系上了吗 联系了 联系了 他 在学校 对呀 他最近挺忙的 确定 在学校 我确定啊 他确实是在学校 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 还听见他和同学老师 讨论什么问题来着 行 他在学校就好 你来看 那个 我最近呀 我发现法国 齐了好几个新酒庄 酒特别好 我想去跑一跑 正好啊 去看看齐露 您要去他学校 不用了吧 您看您那么大老远 去趟国外酒庄 本来就够累的了 还要绕路去他学校 那也太麻烦了 而且他又那么忙 再说了 他已经长大了独立了 您不要那么担心 有什么麻烦的呀 这好不容出去了 还不去看看他呀 再说 我多长时间没见他了 我当然要去看他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我想就最近两天吧 进来看看吧 这就是你的宿舍 怎么样 挺好的 是 满意就好 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 给你配了台车 就停在地下车库 有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开出去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去酒庄开始工作 只要你愿意 随时都可以 行 那明天酒庄见 来 喂 宿舍 你现在是不是在银川 第一酿酒厂呢 我在银川是在银川 但不在一场了 现在在爱的保酒庄 我不管你换到哪儿了 我告诉你 我帮你瞒不住了 你妈现在要去国外了 不是 你怎么不帮我 拦着点啊 大姐 我倒是想拦 那我拦得住嘛 行吧 你先帮我拖我妈几天 我先有办法 行行行 我尽量吧 但是能不能拖得住你妈 我不敢保证啊 我工作呢 不说了 说 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 她在 银川 银川 我去哪儿 她在哪儿 我需要 我拖着 我去哪儿